大声叫嚣大喊警察打人 一票人在派出所外举牌 所对袁警出面制止 警方大声喝止对方也会呛 不只跟警方对呛 现场还发生推警 眼看场面就要失控 袁警一事强势打人 居然还逮到了一名通气犯 晚间六点零五分 二十多人来到高雄三名二分局 顶巾派出所外举牌叫嚣 一度还传出一票人 是要来向一名警官讨债 后来经过了解是分局 警方在下午五点多时 处理辖区内一起家族在午纠纷 把其中讨债的一方 带回所内了解 引发亲友不满 聚咒来派出所抗议 和你心生不满 所以以省南等二十名友人 自本分局顶巾派出所前 人行道诉求张南家人 不负责任的委屈 警方现场共逮捕四个人 依妨害秩序恐吓回损罪送办 其余的到场人员 警方也将检视搜证影像之后 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以请高雄地院检疫庭裁处 华氏新闻出身评 邱秋显雄 高雄报道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